林瑞阳 张婷夫妇两人向武汉抗击疫情捐款2000万元人民币 后两人在买口罩生产线支援武汉 由于国内口罩资源的紧缺现状一直无法得以解决 林瑞阳张婷夫妇再度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 出自买了一条口罩生产线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自己公司员工的使用方便 和向疫情一线进行口罩捐助 为疫情口罩紧缺的现状出一份力 这样高尚的行为真心值得大家赞赏点赞 林瑞阳1960年5月21日出生于台湾 年轻时曾出演多部影视作品 由台湾第一小生之称 早年曾在琼瑶剧《一连幽梦》等 黄金档电视连续剧中饰演男主角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高超的演技 博得海峡两岸无数影迷的喜爱 林瑞阳在1997年 演艺事业如日中天时 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淡出演艺圈 从台湾转战内地 创办影视制片公司 全力投身幕后 而之所以由此 决定跟他的感情变故有很大的关系 林瑞阳成名后 不久便与台湾知名演员曾哲珍相识相恋 两人于1989年结婚 婚后育有一儿一女 曾哲珍为了林瑞阳 毅然放弃自己的事业 在家相夫教子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1995年 林瑞阳却因合作 生生是世情时 与张婷擦出火花 虽然张婷和林瑞阳两个人的婚姻 充满了坎坷和不理解 但是两个人还是相亲相爱 到了现在 慢慢的也被大众所接受 他们夫妻二人 最近几年的微商生意 也是做得非常红火 他们的微商生意 受到很多人的认可 前不久两人出席活动 林瑞阳还被网友认成了张婷奶奶 夫妻俩也因此再次上了热搜 不过林瑞阳现在身材发福 白头发满头都是 难怪网友会认错 虽然林瑞阳如今已经变老 身材走样发福了许多 不过林瑞阳对老婆 那是百般呵护和体贴入微的关心 各种豪车豪宅 堪称人生赢家 不过林瑞阳在年轻的时候 颜值超高 当时大家都称她是台湾的第一小生 和苏友鹏和林志颖一起演了绝代双交 也因此收获很多粉丝 有喜欢明星故事的 可以点一下关注 下期更精彩 in程度观察 上路上